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刚才文倩所说的 苏文昌在担任行政院院长任内 其实是没有给花博任何一毛钱的 2007年 苏文昌在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已经向中央申请 要补助花博 申办的相关的款项 不过被驳回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一直到2008年 马英九上任之后呢 才从扩大内需挤出了2.53亿 9月 2008年9月 这时间我们来看 马英九对于市运的补助 在2008年这一年也有26.26亿 如果这2008年的预算 不是马英九5月上任以后才给的话 在2009年呢 市运也拿到了12.96亿的预算 这是马英九上任之后呢 编给这个陈局执政的高雄市政府的 12.96亿 那同样的市运跟听澳 都是运动活动 那在说上政府的时候 编多少钱啊 从2005年开始呢 是0.03亿哦 2006年的时候只有 1千万 0.03亿别人听不懂是300万 300万 我想说怎么会一个这么大活动 只有300万 觉得怪怪的 300万哦 这是1000万 2007年的时候编的是1700万 那2008年呢 在马英九上任以后还是一样 才匆匆忙忙编了23.3亿 整体来看 28.5亿的预算 听澳预算当中呢 在民进党执政时代编的数字 还不到1亿 其实还不到5千万 就是说对于同样的规格的活动 就是说为了政治的考虑 就可以这样子打压吗 因为其实听澳也好 或者是花博也好 他申办的城市是台北市 他是属于台北市的 他不是属于国民党 不是属于马英九 不是属于郝龙斌 不是属于个人 也不属于政党的 我就觉得苏贞昌 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分清楚的话 你现在要台北市民 相信说他很爱台北 然后很想为台北市民做事 我觉得很难让人家接受 所以苏贞昌 大先生不好意思 我只打断你一点 你马上可以继续说 争取到听澳 是台湾的整个听澳协会 只是他们因为 会只设在台北市 交给台北拜 所以他不是台北市的活动 他是我们整个全台湾耳朵 有听障的人的共同协会 是属于台湾人的活动 国际花卉协会也是如此 他交给台北市拜 那基本上 也就是说 他是我们国家的活动 甚至不是台北市的活动 而且第二点就是刚才 这个苏贞昌在批评花博 讲的那一套话 苏贞昌最喜欢 站台的时候讲的就是 他说他当选就可以立刻上手 如果连对花博都还没搞清楚 我就不懂他怎么样可以立刻上手 所以苏贞昌自己恐怕也要多做一点功课 所以他上台之后才会发现说 原来已经留下了一个 他说的大花园 就是新生公园 那原来已经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场馆 留下了很多的去处 跟国庆放烟火是不一样 而且预算不是一百多亿 所以他太不用功了 对不起 我最近在台北市街头走 就看到苏贞昌的公车广告 上面有一句话 叫执行力就是竞争力 我终于懂了 因为我听了文健刚才说了 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执行力就把你这个预算都不给你 这就是我们可以跟你竞争的地方 但是反过来说 今天政客之所以善用这种手法 我讲实在的 人民不见得都懂 他只要能够骗到一百个人里边 有五个人懂 其他九十五个人还是不懂 所以文健刚才这些资料 那个好龙面不是有九人团吗 就应该很实在地表达出来 那么这个是让不要这种 只有五个人懂 九十五个人不懂 他仍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手法 一再地使用 所以我期盼的就是 还是好好把事实真相 很理性地告诉人民 不是 我觉得他如果要表现 他比好龙斌有执行能力 我觉得他很容易 他怎么做呢 他做一个正面选举 他就真的进去花博场馆 考察一番 走动式管理 然后像比如说我自己进去 我就看到了花博梦想馆非常好 那一定会挤满了人 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里头都是创作者 行政能力不好 所以一定要马上调很强的行政团队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候选人是苏贞昌 我看完了就是这个管工员院做这么好 可是他们不可能有行政管理能力 然后我就说 我向好市长建议 你把台北市在上海市博会的工作人员 调回来立刻来支援这里的行政能力 那人家就显示出来苏贞昌 你支持花博 而且你比好龙斌 有治理能力 对不对 这个才叫做比较你有治理能力 那你的治理能力是什么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看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花博 花博其实上很有问题 比如说我看到它的养生馆 它的盆景呢 都是上千万的 非常珍贵的国宝机的 然后都是每个都超过比神父熊年纪还要大 都那个都一百岁 差不多的所谓的盆景 有两百岁 可是它旁边挂的很多 它的整个策展的并不符合国际艺术的水平 所以你要批评花博 我现在批评给大家听 什么叫做批评花博 就是我批评花博 我要让台湾更好 我要让他们做得更好 然后我让他更有面子 而不是说我在五百块钱的空心菜 然后在里头造谣 胡说八道 把它搞臭 所以对一个政府的监督 什么样叫做你把一个国家弄得更好 就是我讲的这种批评法 我就讲给大家听 我看了养生馆 他们后面的所有的这个 不管后面的花园 什么的盆景都非常好 可是它的整个艺术策展 并不符合国际艺术策展里头 应该有的水平 那你就知道说哪些管人潮会特别多 你就应该把你在上海世博 甚至是上海台湾管 他们已经有很多经验的人 赶快调回来 然后赶快行政作业 赶快各方面做好 那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呢 我要讲就是说 那比如说你这个各种不同的情况 就是说你每天 你苏正昌开记者会 每天交好了比一点 你如何把华博办的 昨天的缺点今天怎么改 你就让人家看到你的治理成绩啊 像你这样子乱骂的状况搞不清楚 我都会背的预算 他都不会被他选成市长 实际上可以做一件事 他可以呼吁民众 不要去破坏华博 因为今天已经发现了 有些电线被偷了 然后呢 南厕所里面塞了整捆 整卷的卫生纸 试图要把这个厕所 变成让他不能流动 让他这个脏水流出来 我觉得苏正昌可以呼吁民众 不应该破坏这个事 他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显示不要去看衰 不要故意让这个花博搞不好 我觉得他可以做的 当然我觉得你刚刚那个影片 最有趣的是 苏正昌说他是点心甜点 陈水扁是牛排 我是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说就算陈水扁是他的长官 需要这样去讲陈水扁是说 他是个牛排 我只能算是放后的甜点 你是行政院长 依照宪法是中华民国 最高行政首长 你怎么是个甜点呢 你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形容词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行政院长 怎么能把自己贬低到这种地步 五千年你看看 那个中国的历史上 这样的宰相好像也不多吧 很多啊 糟糕 只入围马 所以他历史上来笑话 加上苏正昌说我是甜点 他是牛排 这个也是我没办法想象 你怎么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我拼这个官不做 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 所以他的口号应该叫 甜点超越甜点这样子吧 甜点已经超越牛排了 赵先生其实啊 为什么他说他这次甜点是对的 所以他在任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我们后来所看到的 陈水扁很多的弊案 他其实眼中看到了 他真的扮演了甜点的角色 他没有去阻止他 所以他真的是很好 他就是真的是一个甜点角色 他讲的很实在 他讲的很诚实啊 所以他的口号应该叫 甜点超越甜点这样 不过我们来看啊 苏正昌最近开始批起花博 包括就是花这么多钱啊 又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跟烟火一样 是不是代表花博市营运之后 的确对台北市的选情的发展 是有一些变化 现场你也曾经说过 花博可能是这一场 台北市市场选战当中 最后最大的这个变数 苏正昌开始出招 开始有动作 是不是代表真的已经有影响 我觉得苏正昌其实讲过 他说他如果当选的话 这个花博的后半 好大一段时间 是要他处理的 那他应该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避重就轻啊 因为刚刚郁主席提议说 把这些资料丢给九人发言团 我觉得那个也没用 因为九人发言团 大概只有一日的功效 因为他可以很快地就避开 不回应第二天就没了 那我觉得顺畅应该去 自己跟郝龙斌市长联络一下 早一天好好的去看一下 尤其是这些馆 到底是这些馆 他现在说会像放烟火一样 到底他是能永续经营呢 还是过了以后就烟消云散 就变成另一个文子馆呢 或者是去拆掉啦 或者就没有人排队 没有人要看啦 那永续经营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孙商可以派一些专家 也许你第一次去看 那出来马上人家问你 这个事情很尴尬不好 你可以在暗地里派很多专家 去看一下 你就围服出巡啊 努力对 努力作业 然后心里有谱 然后正式去看 然后出来呢 就好好提出几个他的看法 他的建议或者是他的忧虑 我觉得这个样子 才是好好正式去选一个首都市长 应该有的态度 那大佬以你对他的认识 他会不会这么做 我对他的认识不是很深的 不是很深的 所以你并不知道 他会不会这么做 可是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新生三馆已经是一个绿色建筑 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生态公园 所以 除非他跟无乃人说的 都不看报纸跟电视啊 所以事先我不是讲 我在本节目讲过 就说你就骂吧 你把华博骂得一文不止 骂得人家都觉得是十分 零分 就一翻出来 有六十分 七十分 老师 郝隆明就赢了嘛 如果 如果就是按照民进党那种打法 什么空心菜五百块 半年那天我们也去看过 那个 你叫谁来五百块 那是赔钱的 那怎么会赚钱呢 如果只为这个空心菜的话 当然如果别的说 这算是service 算是service 服务也就算了 纯粹那个空心菜 五百块谁要去做呢 还要带土 还要维护半年 现在又下大雨了 大雨如果死了 还得去带种上去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事情 就是你乱骂一通 骂的结果就 其实伤到自己 所以这东西物极必要 它会反弹嘛 所以最近是为什么说 郝隆明的民调稍微 稍微高一点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 当你骂得这样的时候 大家去花博一看 这好像跟你们骂得 不太一样吧 我那天有去看 那个花博的农民种花 我要帮大家讲一下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他们把花博 说成一个很浪费的花博 我觉得这些人 太没有良心 花博他们讲说游艇 这个我还没有查 我不知道 可是所有他们讲的 我都一个一个 去真的去了解 比如说那个藤 为什么35万 他是找哪些老师傅 怎么做的 他不想弄泥妆 因此怎么样去做出来 然后你知道那些花农 他们怎么种花 我希望那些政治人物 有点良心 就是你骂 我觉得他们应该 检验郝龙兵 检验他的陆平专案 检验他其他的市政 他去看看那些花农 怎么种花 现在那些花农呢 他们常种花 因为快要开幕了嘛 那有些花呢 其实烂掉 是他们原来就预期的 所以他们就先种很便宜的花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花呢 就埋在土底下 叫做花肥 然后再种真正开幕 时候漂亮的花 要换好几次 然后他们为了赶开幕呢 怎么种花 种到半夜11点12点 然后清晨5点多 再 再用回来种 那我们就说你们都不用睡觉 这一块就是只有一百块钱 种好大一块 然后每天都种到半夜12点 清晨5 6点就起来种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不要为了 民意党的某些市议员 你不要为了你的个人的政治 做人要有一点良心 要不然你对你的后代 真的不太好 而且刚才这个大佬讲到 一个认真负责的候选人 该怎么做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相信苏贞昌也应该知道吧 他过去选了这么多 为什么这一次选的就特别奇怪 我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这也是大家的疑点 我真的不认为说 苏贞昌会这么的不努力 这么的不认真 尤其是花博这个case 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攻防的点 他的批评包含在最近 这段时间的讲话 其实都让人家觉得很状况外 那么这么状况外的一个候选人 这么不认真选的一个候选人 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也搞不懂 你要开始怀疑 他不认真选了吗 因为你现在显然看到了 这是很浅显的事情啊 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 随便看在报纸 你都知道说 到底有你些管会留下来啊 这么多的错误之线 在他的这个反应当中 就是他评论花博的 其实也不多 句子也不多 但是在这么短短的句子里头 有这么多错误的东西 他讲话已经很少了 他其实已经很少讲话了 这么完整的一段相当少见了 不是他不用看电视 他跟他的议员要资料 至少我做一个文献室 主持人我都比较认真 我背给你听到95.1亿 其中里头还包括 未来三年的维修 每一年是2.2亿左右 背给他听 所以这可能是故意的 基本上啊 这个沈大老师 希望这个苏贞昌 能够去看一下 但是根据他所说这些 完全不了解状况 他非常不用功 真正的说 他假如真正去看了一下 或说不定啊 那个郝龙斌的民调会更上身 因为他看了以后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了 不会 我觉得因为他进去看 他如果很认真 因为他如果真的是很能干的人 因为其实我认识的苏仁常 他很能干 他如果不要心态那么不正常 比如说台北市花博 他当行政场一毛钱都不给人家 这种人呢 他就会败在他的心态不正常 他如果心态正常一点 我认识的他很能干 他一进去 他马上就会看到花博 很多行政管理上的缺失 一样一样挑出来 一样一样列出来 好了 没有票是会讨掉 他是会赢的 我的基本上认为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 心态不正常的人 就是你说的嘛 就是他心态不正常 所以你刚才问沈大老的 他会不会去 我认为他不会去的 他绝对不会去看花博 因为看了以后 他真的他心态不正常的话 他怎么去评论这个事情嘛 就算我很聪明 我看出什么样来 可是他过去所讲的 把它已经讲成什么 而且非常不用功的 所有资讯假如 从几个4亿元的候选人得来的话 他完全没有看数字 不过他有一个机会啦 因为那个11月6号开幕 开幕 他说他要去 那有请他嘛 有请他去 这个之前要去 对了 他请那头看一下 至少这个如果能深入看一下 也许也可以提出一些 他可能会叫大家去看五蝶馆 有一个男厕所是一条沟 就把这个事情又放大得很大 那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如果要看的话 应该可以看这部分 不过我意思是说 他对于花博这么重大 对台北市 而且也是民进党 打了这么久的议题 知道的资讯这么少 假设是说真的不知道的话 是有点离谱 或者是说 他也开始觉得说 花博这件事情 对他的选情是有负面的影响 所以提供一些 比较错误的资讯 反正就是这个立场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不好 然后以免去帮花博造势 如果他现在去看的话 其实是帮花博造势啊 有更多人会跟着 苏贞昌进去看花博 很难耶 我觉得这个考量 如果是真的就看不出 他可能想骗人家说 那里不是永久性建筑 他可能想 听起来像是这样 什么都没留下 他想一直报道 可是现在每天几万人去看 你就看得出来 是不是永久性建筑 票已经卖了350万张了 在看哪里 他们已经有一个养胜的 人会 不见得更多人